我父亲一百零二次过世 他说我母小宫真好 他自己床上就很自然的这样子 真的是寿宫正宁 真的是非常多人的事情 很多年前我从小我就想要做侠女 我很喜欢行侠站 从小就想做这个事 然后后来稍微大了一点 我就要学武功啊 我亲自看过柔道 看过空手道 看过台圈道 看过和气道 看了半天好像觉得不太合适 我说好吧那就以后再说 那我认识我们的李凤山师傅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民国九十年 他在师大 师大有一个讲座 因为报道上我的邻居就叫我说 有一个武学大师 我有武功的我就要去听 在最后我们师傅就讲 他说好 我现在就教各位一个非常好的功法 回去练 非常好的就是平散功 我当初看了平散功 师傅就叫师兄师姐示范 他自己也做 我第一个念头说 嗯 这么简单 有效吗 真的 我第一个念头就这样 可是这么多年来 从民国九十年到现在 已经十八年了 后来陆陆续续 我就跟着这个师傅在道场上面 后来我就发现 因为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状况 就是发现说 诶 这个平散功 你不要看它真的这么简单 你回家练 你大概练这个 通常要超过十分钟了 大概练十几二十分钟就会发现 为什么手会热会胀会麻 有时候还会痒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那有人手脚循环不好 因为末梢的话是离心脏最远的 就是冬天那个手脚冰冷 你练平散功是绝对有用的 但是就是一定要练 我父亲一百零二次过世 他一直讲 他以前是军人嘛 职业军人 他说平散功真好 后来年龄大了 他就练做事 就每天就练做事 你只要双手能够甩动的话 他可以带动全身的气 你如果一开始做冷饮的话 越做冷饮越不起来走的话 那会越来越糟糕 我就很感谢末梨 后来过世的时候 前一天我去看他 他说脚比较软 我说好啦第二天我带你去宴学 那就是他过世的礼拜一早上 那他七点五十分钟还在叫外了 他说要不要想起来 因为要去宴学了 他说还早还早 你先去吃早饭 再过十分钟去八点钟 他就自己床上就很自然的这样子 因为真的寿终正经 真的是非常多的目视 因为我真的在医院很多志工 我看到那些 不光是说生病的病人 是很难过很痛苦 那他的家属在旁边 真的是丢着心 因为你生病 不光是你很难受很累 那你的家人是不要为你担心害怕 所以是不是趁着我们还没生病 身体还OK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